北民有声 我有一座恐怖屋 第四百二十五集 陈哥闯入了手术室 让他没想到的是 高医生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了 你猜到我会过来 我知道你一定会过来 在芳华院小区二十四层 我看到你的第一眼时 就产生了这种感觉 你带给了我一种 很强烈的危机感 陈哥回想当时的情景 时好一直在帮他 最后还在桌子下面留了字 告诉他临江血防站这个地点 所以你那个时候 才会一直帮我说话 防止我和怪探协会其他成员 发生冲突 没错 你们都是我的病人 医生为病人考虑 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 病人 你可没资格这么说 在我看来 你才是病得最严重的那一个 文后的世界不会撒谎 这片完全扭曲畸形 用血肉构成的噩梦 才是你内心的真实写照 心灵被血肉残渣充满 这不叫做病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畸形的地方 如果这是病 那我们人人都有病 你也不例外 高医生笑了笑 他似乎很喜欢和诚哥聊天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不管是思想 还是对事物的认知 都和常人不同 高医生从诚哥身上 找到了同类的感觉 我是心理医生 见过无数畸形扭曲的心理 他们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 其实很多时候 并不怪他们自己 你来的时候 看过墙壁上的那些照片了吗 嗯 那些受害者 就是怪胆协会这五年时间来 犯下的罪状吧 高医生仰头 看着天花板上的 一张张人脸 受害者 在我看来 他们才是施暴者 肆意妄为 不考虑后果 习致人皮活在我们周围 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不信 他们每一个都有该死的理由 而我所做的一切 只是让他们死得 更有价值一点罢了 可是这对他们来说公平吗 我在实验室里 看到了一个半死不活的男人 据你们这里的医生说 为了进行实验 会让他长时间维持在这个状态 一边救治他 一边 又在他身上增添新的伤口 他承受这无穷尽的折磨 只是因为小学时 欺负同学 用笔尖扎同学大腿 你觉得这样的惩罚 公平吗 你会质疑公平 只是因为你没有站在 病人的角度考虑 你看不到病人内心的创伤 你无法理解他们心中的绝望 无法理解那种喘不过气 恨不得撕裂自己的痛苦 那种痛苦是长久的 浸透入每一根神经的疼 它在无时无刻地折磨着你 它跟着你 就好像无数细小的虫子 挤满了你的身体 你知道它们就在你的身体里 占据了你身体的每一寸地方 可你就是无法将它们释放出来 不管你做什么的时候 它们都跟随着你 在你的身体里不断繁衍 吞噬着你的每一根神经 你能听到自己的记忆 再一点点被撕碎 直到最后满脑子都是那种 让人恶心的虫子 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它们 只要活着就会想到它们 你能理解这种感觉吗 这就是一个心灵受到过伤害的人 每天二十四小时都要承受的痛苦 现在你还觉得我的做法有问题吗 就算伴随着这样的痛苦 它们依旧努力地活着 只是咬牙硬撑下去换来的 不是解脱 而是更大的痛苦 人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高级生命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名词 所以它们受到的伤害和痛苦 也不是用公平两个字 就可以衡量的 高一生是第一次在诚哥面前说这些 他的话不仅设计心理学 似乎还和社会学、哲学有关 听完高一生的话 诚哥握紧了碎炉锤 可能是文化水平差距过大 他并没有听懂高一生说的是什么意思 带着求助的目光 诚哥回头看了旁边的老人一眼 对方似乎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东西 他轻轻咳嗽了一声 冲着诚哥说道 千万别在意精神病人说的话 别深想他们告诉你的世界怪 否则你迟早也会疯的 不要把发疯来当作借口 你们在看到所有不可理解的东西时 总会以不正常三个字来形容 可你们有没有想过 正常与不正常 究竟是谁规定出来的 当你的眼睛凝视着一个人形时 你在寻找什么 人之所以为人 不是因为他发出声音 动作 外貌 而是因为灵魂 所有的一切都在围绕着他 诚哥虽然听不懂高一声的话 但总觉得对方说得很有道理 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 当一个人接纳了一个疯子的世界观后 那他就离疯不远了 血丝开始往皮肤下面钻 诚哥的时间没有多少了 他翻开漫画册 将鬼屋员工全部放出 高一声 不管你说得多没有道理 但有一点 你没办法保认 他们因你而死 你手染鲜血 逾越了法律 你是我少有的佩服的人 正因为如此 我更加不能任由你继续下去 高一声 你已经病了 自从推开这扇门后 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 就算你的妻子死而复生 他睁开眼看见你现在的模样 也会感到陌生 这不是他想要遇见的你 高一声站在原地没动 他神色平静 但是他脚下的血管 却开始剧烈起伏 墙壁上那些脏器也在疯狂跳动 头顶天花板上的人脸 一个个露出惊恐的表情 门后世界是根据高一声的内心构建出来的 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和他挂钩 当他情绪出现变化的时候 整个世界也会为之而变化 高一声喜怒不省于色 但是产生巨变的门后世界 已经说明出了很多问题 这位久江最顶尖的心理医生 无法维持他自身的平静了 你不是他 你又怎么能知道他的想法 陈哥朝旁边迈了一小步 让出身后的门板 其实你自己心里也清楚 整片世界都是臭肉和污血 唯有着对着血池的房门是正常 如果我所料不错 你的妻子应该就在血池当中吧 你希望他能在醒来的第一时间 看到曾经的家 而不是看见这周围扭曲畸形的一切 高一声 不要再逃避了 人只有在最绝望的时候 才可能推开门 而门的那一遍 不是救赎 而是一片更加绝望的世界 你网图用十倍 甚至百倍的绝望 来救赎自己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陈哥还想继续说什么 但是被高一声开口打断 他恢复了最开始的表情 双目之中 带着一丝冷漠 你不用再继续说下去了 我已经明白了你的意思 我把这一切告诉你 是觉得你也许可以明白我的感受 从第一次见到你起 我就开始动用了一切关系调查你 我发觉你真的和我很小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这样 你也觉得我独自一人在地下尸库里 和尸体相伴了五年非常疯狂 可你知不知道 你在我眼中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 他会找到一切的原因 你不想让我找到一个人在地下尸库里 你有一些人在地下尸库里 我已经给你击成了一个人在地下尸库里